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我想回答一个派友的一些问题 就说有的派友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他告诉我能不能做一期关于节点的一个教学 或者说对于节点的一个搭建流程 那么包括说维护 以及中间发生的一些问题 让我来做一期这样的影片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留言呢 我收到呢也不止一次两次 在我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呢 也就收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我后面呢 我也去给这些派友来进行的回复 我说可能会在稍后的一些时间 或者往后的一些时间 那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也是一点都没有弄 一点都没有去制作 那对于有的派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就很快的进行回复 进行的很快的答复 然后呢 在第二天的时候就可能会出这样的一期视频 那么解决有的派友的一些问题 但是为什么对于这个搭建节点的意思 此次不去出呢 并且还有的派友就说 哪怕是花一点钱 也愿意去让我去讲解这个事情 首先我要去给大家讲的这一点啊 就是说关于搭建节点 和我普通的时候去做这个视频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大家知道我现在上班 因为时间呢 是比较有冲突的 就是和我制作 现在这个影片是有非常的冲突 因为我不是一个全职的视频创业者 而我是在做自己的一个工作的 我的工作呢 也是时间跨度是非常的长 白天的一个时间 基本上是占据完了 那么所以说 只有在晚上的时候 我下了班之后呢 我会利用这个时间的空档器来 来去录制一个视频 那么在内容第二天的时间进行剪辑 最后再发生出来 那么我的这个空余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就是说我去录制这个视频呢 是挤了又挤 再把时间给挤出来的 那对于录制这种比较简单的 就是比较随意化的一个视频呢 那还能够满足 那如果说对于录制专业一点的 包括教学类型的话 那需要电脑 需要电脑上面的一些操作 还有等等的一些东西 然后加上制作啊等等等等的 所以说时间呢 肯定是来不及的 那么这呢就是导致了 我为什么一直迟迟 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教学 那好在这次影片之后呢 我在以后我会慢慢的尝试去录制一些 就是一天录一点 一天录一点 然后最终把它给融合起来发不出来 但是呢这个时间肯定会花比较久的一个时间 因为我不可能是一天就能把它全部给录制完 我可能会分成不同阶段去录制 然后录制完之后最终 然后再进行制作 最后才发放出来 那么这个时间呢肯定会比较长 那对于说呃这个节点要求啊收费的这个我完全没必要 我们不用去谈钱 就是说在关注我的这些队员啊 啊那么大家其实 我们现在的一个关系 我认为是大家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互相的 没有现实真红中 我不知道你们真是名音子 也不知道你们真是柱子 但是至少在这一个频道里面呢 我们是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相处的 首先第一 我是一个普通人 和一个大多数的人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个打工仔 只是说在玩Panetwork 在YouTube上面去开部的一个这样的频道 我们的身份和情况都差不多的 没有说谁比谁懂得更多 谁比谁更厉害 那么我呢只是说让我知道一些事情 把它分享出来而已 然后也有很多的你们比较厉害的 我也不知道问题是吧 大家都是一个辅相学习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而且刚好我知道的 或是说需要我帮助的 我有在能力范围以内呢 我肯定会给予最大的一个可能去帮助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好 关于这个做节点的事情 就说到这里 那好 我们今天去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大家都不需要去看到 就是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可以去试着去想象一下 那今天要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Panetwork没成功 我们会面临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 为什么今天会去谈论 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呢 并不是说我认为Panetwork不能成功 只是说我在很多的频道里面 或者说在很多的其他平台里面 有听到有人去这样去探讨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Panetwork上面去 就包括他善良的一个生活状况 以及说是他的一个身家也好 或者说他的一些财产也好 那么他都是通过去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 去把他这个Panetwork当成他的一个失业去奋斗的 而且还有的人呢 就是身为底层的人 他呢是觉得对生活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就是包括说他的经济来源也好 以及他现在生活条件也好 都是看不到希望 那么他参与Panetwork 就是想的是Panetwork 有朝一日能带领他翻身 或者说不翻身也好 至少能够让他有活下去的勇气 就是说事情已经严重到第二个地步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说Panetwork失败了之后呢 他可能就最后的这个救命稻草也就断了 那么他的一个生活状况 可能会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那么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威蕴耸听 因为有派友去这样亲身的去讲述过这个事情 因为他现在的一个生活状况非常的苦恼 就是包括他的一个工作状况也是非常苦恼 工作呢基本上是没有 也别人不会去雇佣他 因为他的一个身份关系等等的一些事情 那么包括说他的一个外在也是欠的比较多 他也是在躲起来的 就是他的这个情况就是非常糟糕 就是首先找工作没人敢去要他 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这个条件呢 别人也不敢去招收他 这是一个 所以说他的经济来源已经被切断了 第二个呢 就是他外面也欠了非常多的外债 那么有债主去追问他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他现在的所有的亲戚朋友的钱呢 他也借的差不多了 大家也不会去再去搭理他了 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事情呢 已经做到底了 他没有再退路了 他所有的希望呢 都寄托于在Panetwork上面去 所以说如果一旦Panetwork 失败之后呢 那么他的生活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这呢 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 那么我们很多人呢 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也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这些人的具体一个情况 那如果真的Panetwork没有成功的话 对他们造成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 我们去探讨一下说 如果说Panetwork不成功 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好 我们会去怎么样去做 首先 我觉得以上述的那个派友的情况 就是说他现在避得走投无路 那么就盼望着Panetwork成功 给他带来经济上面的一个支撑 让他继续走下去 继续有往下走的一个希望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派友呢 其实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的 而是没有达到这么悲惨的一个地步 他呢 其实是想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生活状况上呢 进行再一步的提升 因为就相当于Panetwork的成功呢 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一个支持 然后我们生活呢 也不用那么苦恼 包括说我现在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现在工作 强度也是比较大 具体说大与不大 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承受了 只是说 这不是我想理想的生活吧 就是想通过Panetwork来进行一个缓冲吧 也就是说有个希望在那里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想去改善 那我们改善的当中呢 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 就是说他明明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的 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状况的 而他呢 觉得他看好的Panetwork 进行大部分的投资 这个呢 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有远见的一个眼光 或者是有个远见的思路在那里 还有呢 有可能他本来就比较有钱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到了 是吧 我们呢只能说是了解一下 我们个人的一个情况 那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说 如果Panetwork没成功 对我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现在是有在上班 有在工作的 那我将Panetwork呢 作为我的一个 附带的一个事情在做 那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主要目的呢 还是工作为主要 然后Panetwork为次要 那么我花的一个精力时间呢 就是第一是上班 第二是Panetwork 那么上班占据我的时间呢 是我的大部分时间 应该是绝大部分 而Panetwork呢 占据我的时间呢 是小部分时间 那对于我现在来讲的话 我的这个参与Panetwork这个项目呢 会不会对我的这个工作造成的影响呢 我觉得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 就是说 我下班了之后这个时间呢 我没有再去想这个下班了一些事情 我就可能在思想 关于Panetwork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我在下班的这个时间 就是自己的一个时间的时候 我在考虑的是Panetwork的一些事情 我就没有把那个主要的集中力 就是就是下班之后 我在考虑 今天的做的工作啊 怎样的总结的工作的情况 没有再去这样的考虑 就是说我对于这个 我工作以后的上升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关注 就是说对于我以后 关于我这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呢 我没有考虑说我如何去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而我是保持现有的这个一个境界 而业余的时间 作为一个提升的时间 我把它放在了Panetwork这个上面去 所以说你说参与Panetwork 对我讲有没有影响呢 对工作上有没有影响 其实可以看到 对我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是没有影响了 只是说对我未来的一个情况 是有一点点影响 就是未来的一个发展 可能是有点点影响 但是这相当于是一个对赌的情况 因为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 如果说我对于上班进行一个上升的空间 肯定如果说实打实的 每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上升空间是比较有大的一个可能性的 就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的一个报酬呢 肯定会随之增加 那这是肯定的 但是这个增加的比例就是非常的小 没有Panetwork这个比例那么高 虽然说Panetwork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报酬 但是我觉得它成不成功是一方面 但是它一旦成功之后给我带来的那个收益呢 会远远比我上班的这个收益大 如果说Panetwork失败了呢 那我现在这个上班的这个情况 就是我工作的这个情况呢 是不会受到影响 那我只能保证到我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呢 足以支撑我现在的一个生活 那如果说Panetwork失败 那么好 我就假如我以前花的精力 我花的这个时间也就浪费掉了 那么我就会把我的重心呢 所转移转移到工作上面去 对于工作上的一个提升 那中间的时间呢 可能就是耽误了我的一个自我提升的一个时间 在工作上面自我提升的一个时间 但这不受影响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骑驴找马的过程 就是说我现在的一个基础状况 我是能够得到我自己一个劳动付出的一个成果 来精心有保障的 而我想要更好的生活呢 我是去Panetwork上面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希望 那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所有的派友 就是对于普通派友 如果说你是有选择的情况下 那你也是选择 以你现在目前为主的一个生活状况去做 就是说你是上班了也好 你是自己经营也好 那么你的主要的时间 就是你经营的时间 你还是放到你的工作上面去 就是现有工作呢 你还是放在主要的 那Panetwork呢 你应该是放在次要的 为什么 因为Panetwork现在没有产生价值 如果说你将你的主要工作丢弃之后 收入来源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你光靠Panetwork 那么现在他又没有看到价值 你至少目前眼前你要给生活下去 是吧 那么你要看到一个未来的一个价值 但至少你要看好你眼前的一个路是该怎么去走的 因为说你的中间跨路的这个时间段 你要去保证你一个基本的生活状况 如果说没有你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状况 你很难度过从底层到高层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今天要说的这个目的就是说 大家要去做好现在的一个事情 然后Panetwork也要去参与 只是说利用我们中间空余的时间 我们业余的时间去参与 那么点闪电这个案我知道 很多人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你自己去点亮就对啊 对于那些想要去投入的人 就是说包括你今天投入也好 时间投入也好 那这部分呢 你不要让它影响到你现在原有的 这个生活的最基本的状态 因为本来就是你说难听一点 就是大家都是没有太有钱的人 你没有那个精力去耗啊 没有那个时间 没有那个金钱去耗啊 你耗不起的 所以说还是要保证 自己的一个工作状况啊 以保证自己的一个经济来源 然后再去考虑Panetwork的一个价值的 上面的提升 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时间 那你每天就点闪电就行了 如果说你有更多的时间 那你就去学习 那么还有更多时间 就是包括你做一些生态里面的赋能啊 节点上面的参与 还有点闪电 这些全部都参与是吧 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一个时间 来调整自己的一个投入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好了 今天的这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当然以上的观点呢 仅仅是耐源于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或者意见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好了 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